神隱多日之后 韩国瑜的亲信黄文才终于出现 他说这几天因为手机故障 被误认为是失联 只是传出他被黄光琴指控 就是韩国瑜身边斗里加分集团的关键人物 对此黄文才严正驳斥 还要求黄光琴必须把事情给澄清 否则不排除提告 开头挑明的就说没听过斗里加分集团 韩国瑜亲信黄文才神隱多日后现身 但他还被黄光琴指控 在当中扮演着理应外合的关键角色 这个我觉得对我是一个严重的伤害 我这几天应该会考虑提到的问题 出面博弑 陈青传言 而这一连串事件都起因于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爆料韩国瑜有私生女 黄光琴还加码指控 这背后藏进人就是黄文才 他应该再来讲 他应该要有所谓的平衡报道 他讲这种事之前 我相信他随时可以联络我 要求黄光琴讲清楚 否则考虑提告 但在爆出韩国瑜婚外情事件后 黄文才还曾出面澄清 但为何又神隐了好几天 公司给我的手机 新的手机整个坏掉 然后甚至我整个LINE 什么通讯录都毁掉 强调手机坏了才会短暂失联 而至于吴子佳爆料 婚外情以及私生女 因为韩国瑜已经提告 他不便再做回应 结果喜欢做不到